我是比賽出道的 然後我比賽有一筆獎金 我獎金就是給媽媽 然後開始的每一份工作 通通都是給媽媽 我從來其實都不知道 我到底每個月賺多少錢 然後我那時候一開始來台北 是跟外婆住 然後住了好一陣子之後 我爸爸就說 既然你 他感覺我這一輩子 都會待在台北了 所以他就覺得要買房子 那我當然傻傻大學生嘛 就不知道到底要買什麼房子 然後我有多少存款 剛剛有個傻傻大學生喔 因為我只有每個月拿零用錢 那時候是拿零用錢 然後所以我媽媽就跟我爸爸 就自己去幫我找房子 然後就買了現在這間房子 然後他們買了房子之後才帶我 就他們選好的地點 然後覺得是安全的很好的地方 然後也付得起錢的 然後我才帶我去看 然後我就覺得也很喜歡這樣子 所以才誤打誤撞的 買了這間房子 總價一千萬二十分 那很久以前了 現在已經很翻倍很多了 所以還是一樣啊 要有好媽媽啊 對啦 要聽媽媽的話 要聽媽媽的話 對 這個不用 這個 下一位 美甄是買房 對 對不對 大安區 大安區 好緊張 自備九百萬耶 月翔 好穩 我連你的禮物都沒有 下一位 天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本來也是租房子 然後要生二胎 二保之前就覺得好像 我們的家庭已經固定了 就是兩個大人兩個小孩 就覺得可以穩定下來 要買一個房子 然後我們之前租房子其實 房租也要三萬五 然後這項管理費其實已經快五萬了 然後那時候 剛好八年前就是打房 所以遇到一批投資客要脫手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買到的價格 其實大安區我們附近的房子 其實算滿不錯 而且我們那個投資客 是已經把房子都裝潢好了 所以我們花不到一百萬裝潢就入住了 但是真的是天時地利人 對 而且其實買房之後 你就會變得很務實 像我老公早期 他是有兩台車的 一台是休旅車 他要開去上班 然後一台是跑車就是開出去玩這樣 而且就是買了房子之後 全部都賣掉了 有沒有 對 有房子就比較安心 租房 對啊 現在都不能穿勾勾了 現在就只能穿叉叉 穿什麼 叉叉更貴好不好 沒有必要的消費 你就不會再做這些支出 所以大家就講嘛 就是有房子之後 心態轉變不一樣 會不一樣 對 但美珍的狀況是應該 它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其實我通常都會跟大家講 就SARS期間你有買房子的 或者是像剛剛賢妮 也是買在相對低點 對 這個就是 有燒三輩子的豪箱 所以可以買在最低點 通常我都會跟大家說 我們不見得要買在最低點 我們只要買的沒有比別人貴就好啦 是啊 對 所以還是要多做功課 多看房子 多比較 然後多有一些財務規劃 我真的覺得房子就是運氣 因為有一陣子 我跟李先生在找房子的時候也是 因為我爸都有在看這些東西 然後他的朋友也是投資客這樣 這個房子我們是有一天晚上 晚上忽然間接到電話他叫我去看房子 然後他是一樓二樓地下室 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看了 可是晚上看的時候 其實他前身是個畫廊 然後後來 因為其實一樓二樓地下室 這種房子其實不好租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看了 看看看看 晚上看 白天看一次 覺得OK啊 反正我們兩個也傻傻的 就覺得 瓜哥就說一定要買 我跟你講這個房子一定要買 你現在買得上 立刻就漲價了 我們那時候買在那個 亞歷山大那一棟 對 就是NY貝果後面的那一棟 然後我們當時買的時候才六十幾萬 一瓶 可是旁邊的房價都已經九十幾塊 破百了 所以當下買的時候就賺了 所以說真的後來 我還相信長輩的一句話 他說時機很重要 再來是 真的嗎 我沒有去喝咖啡 我也不知道我會買的房子 房子會自己來 妳那個太狂了啦 誰會買的東西啊 好貴的咖啡 對 那我想問一下 葉莉姐 妳要建議大家 怎麼樣愁頭其款 好 其實呢 通常我都會跟大家說 我們野心不用太大 那我們只要去買一些 好的優質的股票 或者是好的基金 然後定期定額 不管是買台股基金 或者是美股基金 平均一年下來 投報率7% 其實並不算太難 7%其實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好的股票不只7% 好的基金的話 平均這樣10年下來 7%其實可以達成的一個目標 好 如果說以7%來算的話 因為我們一般上班族 不是一個月薪水3萬 對 就反正臉皮厚一點 吃家裡 住家裡 那想辦法呢 想辦法一個月拿1萬塊出來投資 定期定額買基金7%的話 經過5年 因為它是一個 力滾力的一個效果 經過5年之後 你可以累積到72萬 8年之後就可以累積到 129萬 其實如果你有129萬 我覺得買個500萬的房子 其實是滿OK的 對 那之前我們做過很多的一些統計 包括在戲職 或者是甚至是研究院什麼 三段後面那些 就是相關的一些地區 其實600萬以內的房子都可以 都還滿多的 大家就可以精湯細血 所以不要小看129萬 很多人覺得129萬買不到房 但是至少我覺得 它可以準備 當作你的是一個 滿重要的一個頭期款 如果你薪水更多的話 你一個月可以拿出2萬塊投資的話 那也是同樣一年的頭暴率7% 我幫大家算一下 經過5年之後 你可以累積到是 經過8年之後是 那如果你準備了258萬的話 我覺得你買個8、900萬的房子 其實很OK囉 可以拿得出這樣的一個頭期款囉 那如果你的薪水更高 其實我們在座有些朋友啦 我想你一個月加上老公 一個月的薪水8到10萬 你可以拿出3萬塊來投資理財的話 經過5年同樣是7%的頭暴率 5年之後可以累積 8年之後 可以的啦 對 了解 越來越近 那也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銀行貸款 好多的利率 好多什麼 對 霸霸就 我們到底要注意些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第一個還是要看 大家的需求以及你的工作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其實像最近 桃園林口已經連續6年是 人口 房價都成長 因為大家覺得買不起 台北市跟新北市 就去桃園跟林口買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桃園跟林口 對我的上班地點 工作地點來說太遠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 你還是要衡量一下 我們自己的需求 你到底選擇住哪裡 對你來說比較方便 你娘家 婆家 進不進住 此類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月豪啊 真的好 是不是想聊 有多有問題 是不是想聊 她真的是有被堅持 真的 可是有時候可以幫忙帶小孩 我覺得也還不錯 沒錯 然後可以講一下感情嘛 其實很多公公婆婆 都在看媳婦表現好不好 那未來的遺產 要不要多給你一點 好 所以 那也不是心機 就是我們還是要 孝順一下公公婆婆有能力的話 然後另外就是其實 如果就下半年 還有未來的一個房價趨勢 低單價 低總價 還是一個比較主力的 未來會上漲的一個產品 比如說細紙也有 我們剛剛講的 桃園 林口 甚至三峽 土城 那更不要說中南部 中南部的話 六百萬絕對買得到房子 對 那當然你預算多一點 後天 對啊 預算多一點 八百萬 一千萬 都可以買到新房子 現在林口也 很長 對啊 林口有漲上來 對啊 林口之前有一字頭了 現在要找一字頭比較難 對 淡水還是一字頭可以來淡水 好了 聽完這一整集之後 撒基努你還是堅持租房的想法嗎 對 其實貨櫃屋也其實不錯 你知道嗎 貨櫃屋 你去租個土地 然後 搭個貨櫃屋 然後弄得跟星巴克一樣 對 沒錯 還會有人來拍照 我們還可以收錢 對 還可以賣個咖啡 你們兩個真的很適合 一字頭的壓力太可憐 好快了 今天林就是太快了 你看六年前多痛 對嘛 現在多好 現在聽完一整集 妳說我想不想買房 其實我還是不想要在台北 我還是不想 因為台北的房子 會讓我的壓力太大了 而且你買房子 整個買小房子 對 那我未來 我勢必一定是得返鄉 那其實我家裡其實已經 早就買房了 所以 所以剛剛有很多的問題 像退休之後 其實我家裡還有土地 我可以回去放山雞 自己趕快 大家可以拿我的土地 種種菜 對 之類的 然後妳說在台北買房 我是真的是沒有這個 會憂鬱症 不想 真的 了解了 台北 反正不論是買房或租房 都是要開源節流 對 沒錯 讓自己的荷包 能夠越來越大 越來越豐富 對 祝福大家都有賺不完的錢 謝謝大家的分享 今天的內容可以在哪裡看呢 都可以在YouTube、IG還有臉書 搜尋 聽媽媽的話 都可以找到完整的資訊 好的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我們聽媽媽的話 下次見 拜拜 拜拜